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说起清朝时期的红顶商人 大家总会想到胡雪岩 殊不知纵横上海的胡雪岩也有吃瘪的时候 他的命中克星便是圣宣淮 在我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史上 圣宣淮占有一席之地 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的开办 均要得益于圣宣淮 今天中外持名的张玉葡萄酒 也是圣宣淮创办的实业之一 在矿业 轮船 电报 纺织 铁路等诸多的行业中 圣宣淮均有投资 可以说他的商业网可谓遍布各行各业 任何赚钱的行当是均有燃至 生于晚清 想要凭借经商赚钱 靠自己单打独斗 无疑是痴人说梦 若没有利益集团 赚钱是贪何容易 那胡雪岩有自己的后台左宗棠 这圣宣淮同样拥有官方背景 这圣宣淮的大靠山便是左宗棠的对头 李鸿章 那因为靠山之间的渊源 所以圣宣淮 自涉足上海之后 变成了命中注定的宿敌 1833年 这法军与清军 于越南开战 中法战争期间 这清廷委任左宗棠领兵出阵 那打仗靠的是国家的硬实力 而支持这份硬实力的便是金钱 这左宗棠每次打仗 都需要大量军饷和物资 这胡雪岩靠左宗棠崛起 所以在左宗棠需要军费时 他自然要为此四处奔走 为左宗棠策军资 在中法战争爆发前五年 这胡雪岩曾代表清廷 以个人名义 向汇丰银行借了笔钱 这数额在650万两白银左右 那借款的期限是7年 这双方约定 胡雪岩每隔半年还款一次 这还款的数额为50万两 也就是说在7年的时间里 这胡雪岩总共要连本带利 还款是700万两 那除了这笔钱之外 早年胡雪岩还有清廷担保 向汇丰银行是借了400万两 那向银行借贷除了需要担保人之外 还需要抵押 这清廷承诺 这两笔钱均由各省的军饷作为抵押 每年清廷会以写响的方式是偿还给胡雪岩 那么起初每到胡雪岩这偿还汇丰银行贷款的日子 这上海的倒台府便会将一笔写响送给胡雪岩 以此作为偿还之资 然而在李鸿章与左宗棠闹了矛盾之后 这盛宣怀便开始以此来打击胡雪岩 那么这一年 这胡雪岩还款之前 这盛宣怀来到上海倒台府 就找上了时任倒台的邵友谦 称李鸿章指示倒台府缓发这笔写响20天 那么邵友谦本来就是李鸿章的门手 见缓发写响20天并无大碍 于是便照做了 邵友谦根本不知道 这笔钱若不能及时送到胡雪岩的手中 将会对他的生意造成怎样的影响 短短20天 胡雪岩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一般的 转折 在胡雪岩等待写响的这段时间里 盛宣怀已对外放出消息 称胡雪岩的资金链一断 即将破产 听闻这一消息后 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诸多洋行 均感到莫大的压力 于是纷纷派出代表 请胡雪岩尽快还款 那胡雪岩被盛宣怀是摆了一刀 不得已之下 只好市集从全 在自己开设的富康银行中 是掉了80万两银子 总算是填补了各大洋行的亏空 那殊不知此举正中下怀 那盛宣怀是掌握了电报这个第一手消息 对商敌的一切动向都了如指掌 他估算着胡雪岩的银子 已被调出富康银行 而富康银行的资金已捉襟见肘 于是盛宣怀找到了与富康银行有来往的 这些各大商户 向他们放出消息 称胡雪岩即将破产 一时之间这各大商户是纷纷来到富康银行 进行挤兑 那此时这富康银行的资金 均被胡雪岩是抽调出来 偿还洋行的贷款 根本无法对应如此频繁的取款 那么没过几天 这富康银行便无法兑现存款了 至此之际盛全怀继续落井下石 对外宣称胡雪岩用所有的资金囤积升私 以至于血本无贵 线下还欠洋行大量贷款 富康银行即将破产倒闭 这则消息一经投放 就是重磅炸弹一样 引爆舆论 当即不论是商户还是老百姓 但凡在富康银行有存款者 纷纷云集富康银行大门 要富康银行和胡雪岩给个说法 那么此时距离上海盗台府送来 写想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胡雪岩根本拿不出钱来兑现存款 仅一天的功夫 这富康银行因此而倒闭 就这样在盛玄怀的挤兑下 胡雪岩失去了立足商界之本 这信誉也大打折扣 这胡雪岩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偌大的商业帝国就如此轻易的土崩瓦解 没过多久蒙受了巨大损失的胡雪岩便郁郁而终了 盛玄怀成了这场商战的最终胜利者 这后世对盛玄怀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甚至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在慈禧太后看来他是不可少之人 在李鸿章看来他是志在匡时 坚韧认识财食胆瞻 勘自大用 那在孙中山看来他则是热心公义 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之人 那另一方面在1910年初 这盛玄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 那直接引发了保路运动 进而引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那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社管 这个编修的青石稿中 直接称其为误国首恶 而在鲁迅先生笔下 他便是个十足的卖国贼 官僚资本家 土豪猎身 那对此您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 我是杨堂主 关注我 七七都精彩 如您喜欢请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谢谢